好,然后第四个就是形容词的比较极 其实形容词比较极原来咱们讲过 那在13课的时候 就第一次的13课给大家讲过 那比如说给大家讲的都是这些 大家还有印象吗 是不是讲的都是一些特殊的比较极 比如表年龄你所用的比较极 就是major menor 更大一点更小一点 它都是谁的比较极啊 是不是grande和beginio 那指年龄用的是major menor 那如果要是体积面积 咱们就是正常的了 正常比较极 然后还要注意这些比较极都有什么样 姓术变化 姓的变化就没有了 对吧 因为它是以辅音结尾的 但是它可以变幅术 如果你要表示比谁谁谁大几岁 是不是blablablaños mayor oblablablaños menor 那像这四点如果大家忘了 可以再翻译一下第一册第13课 咱们所讲的语法的内容 那咱们这节课要讲的这个比较极 就是一个正常的比较极了 那你想是不是两个以上的东西做最别 那它会产生几个结果 是不是一样 那就是什么了 同等级 那不一样 那是不是一个好一点就是较高级 一个差一点是不是就是较低级 那这个同等级是不是就是 dang gomu 如此的怎样 正如什么什么一样 跟副词比较极一样 那较高级是不是就是什么 maski 较低级就是minoski 是不是更怎样 然后不如怎样 那你像这个dang mas minus 后头所加就是什么词 形容词 那它跟副词的比较极要复杂一点是什么 副词没有性数变化 那如果要是形容词呢 一定是有性数变化的 你甭管形容词 它是原级还是比较极还是最高级 它的词性依然是一个什么词 形容词 所以依然有性数变化 比如说给大家举几个例子 看这个 dengo un hermano dan dinamico como tu 它是不是说 我有一个跟你一样精力充沛的兄弟 是不是我有一个兄弟 如此的精力充沛啊 正如你一样 对吧 那你看在这儿是hermano 那如果要变成hermana呢 那你是不是就得说 dengo una hermana dan dinamica como tu 所以就得变成这样 因为在这儿 它是不是依然是一个形容词 它要跟它所修饰的名词 保持性数一致 所以形容词比较急 一定要有性数变化 这个一定得注意 好 再比如再给大家举一个例子 estos libros son tan interesantes como aquellos 这是不是说的是 这些书跟那些书一样有意思 是不是就说 这些书是如此的有趣啊 正如那些书一样 对吧 那像在这儿 这个interesantes 它所修饰是啥 libros 所以它是不是要有什么样 性数变化啊 好 那你像这个同等级是 dan como 跟副词一样 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 特别好理解 叫高级 mas gay 那大家要注意的是什么 dan como 理解的是 如此怎样 正如什么什么一样 那叫高级用到就是谁了 mas和g 这个词是不一样的 你一定得记清楚 那比如这个 luis vive una ciudad mas grande que la mia 那是不是luis住在一个 比我的城市更大的城市 那是mas grande que 跟城市什么相比 跟我住的城市相比 是这意思吧 好 那再比如再给大家举例子 creo que esas son más aplicadas que nosotras 是不是说 我认为他们比我们更怎样 更用功 对吧 那在这儿 我认为他们是更用功的 跟谁相比 是不是mas gay 那这个形容词是 来修士谁的呀 esas 所以他用的是什么呀 applicadas 好 然后那叫高级会了 叫低级更会了 menos que 那你看这个 parece que luis es menos fuerte que su hermano 是不是看起来 luis不如他兄弟壮 对吧 不如他兄弟强壮 是不是不如啊 menos que 好 那再来一个 esta habitación esta menos ordenada que la nuestra 这就是说 这个房间 比我们的房间 没有我们的房间整齐 是不是这个房间 更不整齐啊 是这意思吧 menos ordenada 那在这儿 你这个形容词 是不是还用来修士名词的 姓术是不是要干嘛呀 保持一致 que 跟什么相比 la nuestra 我们的房间相比 好 pui 好 这就是这个同等级 叫高级和叫低级 到这儿呢 就给大家讲完了 所以说同等级 形容词 副词的比较级 是一样的 同等级都是什么 dangomo 较高级都是什么样 mas que 较低级都是什么样 menos que 只不过不一样的是什么 那形容词比较级 它依然是形容词 它要有姓术变化 副词的没有 因为副词从来没有姓术变化 对不对 好 那到这儿呢 咱们第四课的语法 就给大家讲完了 咱们第四课的词